那因为对赖清德来说 他必须要赢难投才能够补血 否则真的是难以定于一尊 来看看今天这个镜周刊 又出什么样的报道了 说这个赖清德要抢青年选票 那找了这个在3月份启动了青年对话行动 所以找了20名的KOL 那这些KOL讲话很尖锐 那有人坦诚说 其实他们自己对蔡英文比较熟悉 对赖清德是保持观望的态度 那甚至有一些独派青年直言不讳 直接说我们找不到投票给赖清德的理由 那还有说赖清德如果有心想了解青年需求 形势不是重点 青年在意的问题交通都没有获得真正解决 赖清德如果有意回应青年需求的话 就不能够只是自视的来办座谈 应该要看到改变才是重点 同时很多人还直接讲 听说讲了这些话让赖清德觉得格外的震撼 他们阵营 还说民党为什么要推赖清德选总统 我们找不到投票给赖清德的理由 刚刚我特别讲到就是 青年有提到说他们在意的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 那我觉得怪怪的啊 没有获得解决执政的不是蔡英文吗 那应该要怪蔡英文不是吗 你应该是去跟蔡英文算账啊 好啦不管啦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呢 镜周刊出了这一篇 然后感觉起来就是刻意凸显 赖清德 哎呦不得年轻人青睐 这招还蛮狠的吧 其实最近几次包括各式各样的新闻呢 他都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他都是对着赖清德而来 那赖清德是民进党的嘛对不对 那这些人是要砍民进党嘛 可是这些人出手的方式又像是在保护民进党 并没有要伤害民进党 所以我们才会解读成说 这是一个民进党内的内斗 那内斗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个人的判断就是 希望赖清德对英系低头 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说蔡英文他当完武则天 他要当什么呢 他现在最新的角色希望当慈禧太后 就未来呢 他可以在赖清德上位之后垂帘听政 可是其实赖清德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人 所以呢他就是不听话 他就觉得他不想要这样子 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 那所以呢这个就英系 我认为是英系啦 就不断不断的去折他的腰 看能不能够让他跪下来 像这个慈禧太后能够来效忠 那他未来他才有办法当上总统大位 其实2019年他们两个的选举 过程是如此 一开始也给了一些机会嘛 就是说如果你对我腐朽称臣的话 那也没什么事 但后来斗的那么难看 还是又给赖清德说 那你来当我的副总统 那当然蔡英文因为他是权斗专家 好我坦白讲 才会说明明这个蔡英文最讨厌的人 就是你凭什么跟我选择赖清德 但还是把他放在身边 也用捆龙所把他绑在副总统的位置上面 那当然现在赖清德有机会当主席了 看起来这个总统提名的时辰那么早 也没有其他人能够来跟他竞争 看起来是很稳当的对不对 可是他们在这一局就用 2024年你能不能够赢国民党 或是赖在野党 那作为他们现在去 有什么程度叫做勒索 赖清德的这个理由 那具体的行动包括很多 我就讲先前陈宗燕的这个爆料 就非常的奇怪 其实波基也知道 这个整个过程非常的离奇 第一个爆料的人是把料给谁呢 是给民众党的陈婉慧 也就是说是民众党的新科的立法委员 所以呢大家去想哦 他这个料不是给国民党哦 我后来拿到监听议文公布 然后把整个事情弄得跟我做的一样 那是我中间拦弧好不好 那是中间拦弧 人家资料不是要给我的 我们给你做的一样 真正的那个原始的那个data 给的人不是我 我中间给人家拦下来拿过来讲的 那所以他们要给的人 包括后来像郑文燦八八会馆的事情 再包括后来第二张的赖接图 那些都是给民众党的 那给民众党什么意思呢 代表给的人不想让蓝营得利 不想要让蓝营得利的心情是在干嘛 在保护民进党 然后某种程度他去拉高了民众党 然后去透过民众党去打 某里面的绿营就赖清德的时候 那也会加强蓝营的压力 可能蓝营的选票跟民众党选票 互相流动的情况之下 还再次压低了国民党 所以要打蓝 而且又不想伤民进党 对 然后又想要再压一下 国民党的最佳解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料给民众党 然后你要不找痕迹的话 你就找比较新科的立委 那可能他就没有这么多的经验 去跟你做相关的查证 想要找出你是谁 所以这个整个辅召 是非常的明确的 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要打蓝 但不想伤民进党 还想要再多踩国民党一脚 然后去拉抬民众党 这个是非常精密的计算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现在讲到 现在静周刊突然出现 静周刊跟谁最友好 这还需要我说吗 好这个他们有没有 高层都一起吃饭 然后开开心心的 这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那这个赖清德有意在3月启动 这个青年对话行动 什么不公开聚会 邀请20名KOL 大家相信真的是所谓的KOL吗 不基本上是网军的美称嘛 侧翼的美称嘛 我相信那些真正的KOL 你怎么给人家这样点破啊 你真的把人家的名字 公布出来的话 那大家就想说 这是什么KOL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因为这些所谓的 在网军各派系里面 拔得头筹第一名的是审派系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蔡英文英系 英系的网军是最多的 你看先前明报所揭露出的那个群组里面 30个人的这个群组 里面还是由洪耀男来负责主导的 就很清楚 还有黄崇燕 这些都是蔡英文的人马 然后透过这些网军 甚至过程当中攻击过赖清德 所以他们对赖清德是有怨 是有恨的 再加上最近去搞什么 搞黄成国条款 搞林志坚条款 这两个人都是英系的大将 所以这些侧翼网军他更不能忍 所以你看到的是说 陈宗燕被打的时候 跟赖清德有关 侧翼没什么出来帮他发声 可是陈吉仲的蛋 明明就是现在没有蛋 陈吉仲要背锅要负责 结果呢 所有的侧翼网军跑出来帮他洗地 因为他是蔡英文的人 所以当然这个所谓的青年对话行动 想要去找所谓的KOL 我的看法就是侧翼跟网军 来竟然做谈 他们是不买单的 一直到大概两三周前吧 我不是都还有出示一张截图吗 他们把林志坚出来道歉这件事 怪罪在赖清德头上 不对嘛 林志坚做错事 本来就应该要出来道歉 结果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说道歉道得好 他们是说都是戴清德害的 所以当然他们不想要 就是跟赖清德合作 那这个新闻 这时候放出来伤到是谁 还是一样是伤到赖清德嘛 有没有伤到民进党 没有伤到民进党为什么 因为 这些人本来就是偏民进党的 他还很清楚说 他是想要跟蔡英文合作的对吧 所以他们这些KOL 不是说 因为我觉得现在民进党做不好 所以我想要转支持其他在野党 没有哦 他是说我们就是绿的哦 意思就是这样嘛 我对蔡英文很熟悉 我支持蔡英文啊 可是不代表我要支持你赖清德 好 那请问这时候问题来了 赖清德要如何取得这些 所谓的KOL的支持 就是你听蔡英文的话 他们就会来了嘛 所以这就是一个 他希望去让这个赖清德 为了他的官位折腰 然后让他对慈禧太后 下跪的这个整个过程 那赖清德会不会最后 还是得被逼着买单 我觉得我们很值得继续观察下去 我觉得他已经入 就有一点被逼就犯了啦 我们等会来谈到 那因为呢 这是波基的老东家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内幕 我等会再问他 我先请叫强哥 因为这个KOL里面还有在讲 就是说 身边很多绿营朋友 就是向我表达 宁愿投给客文哲 不投给赖清德 加上2019年党内总统初选 埋下的英赖清潔 也没有完全解开不少英粉至今 都还是耿耿于怀 那我想说奇怪 如果你硬要说受害者 在当年应该是赖清德吧 你英粉在耿耿于怀什么 所以这整个的 像这一次这个 《靖宗刊》出了这三篇 全都还打赖的这个 说意外其实也不意外啦 强哥 其实啊 我觉得里面就已经是 马脚露出来了 你看那个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蔡英文的側翼跟网剧 那口吻完全是蔡英文的側翼跟网剧 那你就看 我觉得第一个讯息透露什么 赖清德也跟这些车里网 想要举白旗投降啦 至少是招安嘛 但是人家买不买账 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觉得赖清德也是 蛮没有骨气的啦 就是说 你要知道你看 还在为2019 为蔡英文抱不平 这20个KOL 我跟你讲 就当初说赖清德 是中共同路人的 你相不相信 我只问嘛 你讲KOL 你能够找20个KOL聚在一起 你别闹了 真正的KOL 没办法给你找20个聚在一起 就刚刚晓清讲的嘛 就是网军嘛 就是测意嘛 测意网军大会嘛 你找20个 到底是谁 焦糖哥哥吗 还是什么 还是你那扣扣姐 对不对 我要讲嘛 就是说你测意网军 你名字公布出来嘛 什么叫KOL 讲的好听而已 我讲真的KOL 其实最底名讲KOL是谁 馆长嘛 馆长不要请过去一下 看馆长不要出席嘛 所以我跟他 这件事情只显示出 第一个赖清德就举白旗投降了嘛 他也发现说 哎呀 抱歉 我那天我还有一个 一个朋友传一个like 给我说就是 呃他被民进党的那个网军号 轰得很惨 他说为什么民进党还在迷信网军 我说民进党怎么会不迷信网军啊 民进党是吃网军 当海洛伊已经吃了七年啊 拜托你现在就要戒 他戒得了吗 他知道有毒快毒死了 他都没办法不吃啊 因为他已经会有戒断症状了 同样也是一样啊 今天赖清德看到一件事情嘛 他方也忘记发现说 这些网军侧义伟大不掉啊 所以要赶快找过来 大家想要招安一下啊 但会不会被招安 其实我觉得第一件事啊 这网军他要的还是要打到你弯腰嘛 就刚刚那个巧心讲的 那第二个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要拿出资源出来 拿出承诺出来 这网军也就是政府奶水养的嘛 他要确保说赖清德将你执政之后 我还有奶水继续吸啊 我还有资源继续拿啊 我还有好处继续摊啊 所以赖清德在这个所谓招安的会议当中 那当然我要给你表点他 拜托我还要给你第一次招安 我就是开始歌功颂的皇上好啊 没有这回事啊 没有外帅外外帅啊 我当然先要放个新闻 先挑剔你一下 跟你讲说 我们没那么容易摸头 不是你来给我们找一次 开个会就摸头了 对不对 那等到你真的拿出诚意来 我们再看要不要帮你 但是我还是回头讲 说真的我觉得这些车衣网军 到现在我也都在帮到嘛 你看每件事都在帮到嘛 你看那个陈吉仲的这个弹的事情 是啊你网军还是撑出一个声量 在挺成其重 问题是你得罪所有家庭主妇嘛 大家眼睛又不是瞎掉 我进去就没有看到弹 你只说有弹 我就是没看到弹 你就说有弹 我进去看没有看到弹 你就说有弹 你觉得我要相信我的眼睛 还相信你这些车衣网军 所以真的民进党过去啊 论文也好高端也好 就这种车衣网军硬拗到最后 整个崩盘 我真的也是蛮支持赖清德 你去招安他们啦 继续继续继续啦 对他们越多越好啊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